車站外兩名男子蹲在地上 正在進行虛擬地交易 仔細清點行李袋內的五百二十七萬現金 沒想到另外兩人健壯 上前就將行李袋以及手機整個搶走 買方靈性男子立刻報案 結果案情大逆轉 從黑吃黑演變成兩個K幫互相設局 依序走下求車道 其中彎下腰的男子綽號白酒的料性嫌犯 被檢警查出不僅是竹聯邦分子 還是這整起搶案的背後主謀 虛擬幣搶案發生在去年八月 當時兩名搶匪自行投案 說是臨時起義行搶 卻發現搶來的錢幾乎都是假鈔 警方說不認為是黑吃黑 以為是買方和搶匪勾結 但檢方覺得案情有蹊跷 深入追查 買方是天道謀 綽號全聯的羅姓男子和林男 而賣方除了主謀廖南外 還查出軍師李姓男子共七人 賣方原本策劃用假鈔詐騙購買虛擬幣 而賣方則是想假交易徵搶劫 雙方各懷鬼胎 法官最後將主謀羅南和軍師收押禁見 其餘人則交保請回限制住居 臺北地院五號開庭傳喚證人 要重新釐清案情 但背後牽涉的人太廣 檢警持續溯源 詐騙遇上搶劫 這場黑幫互相設局的劇情 是否還有新篇章 未完待續 宋元停在巷弄看似要等民眾取餐 這是他突然下車 旁邊還衝出一鳴公投 接著一大群人瞬間包圍一鳴騎腳踏車的男子 原來是警方喬莊要抓嫌犯 被抓的男子是逃亡十年 又有四條通的翁姓通緝犯 用一張身份證騙走親戚房產 會奪這麼久原來是冒用了表哥身份 以表哥的名義製作假借據假本票 嫌犯看準表哥身體不好足不出戶 就把表哥當成人頭 後來被抓包全是因為這個單位 老保局怎麼揪出嫌犯 原來翁姓通緝犯去年在工地打零工時 要領薪水就簽下自己的本名 結果遇到佛心老闆幫他報一日勞保 檢警才掌握行蹤 後續衣未造有價證券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 起訴翁姓男子 一張身份證騙走移動房 至少有六人受害 這回又被起底冒用表哥身份躲十年 最無辜的表哥替他背了不少官司 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 3D新聞到達成立軍 台北總報道